李希已經做了結論了 不能再提反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在宪法中做出尊重和保证人权的宣誓 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 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人权事业中进行交流和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